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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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晚安 我是喜老师 首先呢 帮您和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 有关于国营企业跟公职 召考的一个收银会 我们稍微 讲一下 公职跟国营企业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们公职呢 他是考显部 即办的一个考试 所以呢 如果我们通过了公职的一个考试呢 你就是具有公务人领的资格 那公务人领的资格呢 因为他大义啦 福利啦 会比较完整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退休的话呢 他甚至会有 让你选择 你到底是要一次领还是领 终身奉 就领一退 什么叫终身奉 就是说你退休 差不多还可以领八成心 如果你退休的话有八 八万块一个月好了 你大概每个月可以领到六万四 活多久就可以领多久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人想考公务人领 只要的因素 那另外一个是国营企业 国营企业我们所了解 就是说会包括 国营企业呢 有包括了我们台电啊 中油啦台水 甚至呢我们邮局 邮局以后台英酒 就是以前的公卖局 这些都是国营企业 那国营企业好还是 公务人领好 不相同 就是说各有它的优点 国营企业基本上来讲呢 它是想劳保 它不是正式的公务员 可是它的福利呢其实也不差 譬如说它临终奖金 平均可以到4.6个月 那公务人领可能就最多就两个半月 所以这样看起来 国营企业可能好一点 但是国营企业没办法像 公子他享有什么 终身奉就享有A腿 A腿也可以领一辈子嘛 所以在这部分呢 公务人领会比较有优势 但是国营企业通常它薪水还蛮高的 像台电啊 中油 台水啦 你刚进去虽然 公卖局啦 油局 刚进去有时候 像台电中油薪水就是差不多 三万六 可是呢之后可以超 差不多十年以后就可以超过百万 所以它在薪水的部分喔 升的可能会比公务人领来得快 所以我们要选择 到底要选择哪一个喔 第一个就看你的兴趣啦 看你的专场 或者是呢 看哪一个部分你比较容易可以考取 像我们最近公告的 中华邮政它录取的 就录取多少 1450的呢 韩辈曲啦 蛮多的喔 就是说它缺額蛮多的 那另外一个啊 另外一个 除了我们 邮局 1450 那另外一个呢 公卖局 就是我们的台英九公司 它也录取了蛮多人的 但是呢 它值等稍微低一点喔 有一个平价人领跟先见职业 那薪水差不多三万多 但是邮局的部分喔 它主要的是内钱跟外钱 还有一个是营业值 营业值的话 薪水比较高喔 差不多四万三起跳 那外钱 外钱就是邮差啦 差不多有三万五 那内钱差不多两万八千多 连加班 不会超过三万 那你会觉得 那邮局 钱比较少 对不对 但是它蛮单纯的 而且呢 你以后还是会有生殖的机会 况且呢 你今年考上内钱 你明年可以考 营业值 营业值就变成四万三起跳 像我们同学呢 他都是第一年考 内钱或外钱 第二年就可以考营业值 考过了营业值 那薪水就可以 现在如果你内钱差不多四十八万 外钱差不多五十五万 年薪啦 考过营业值 大概就可以加上二十几万 年薪就可以七十几万以上 这样的话呢 薪水就会提的比较快一点 那谈酒公司的招考 有几的好处就是容易录取 我们点文的同学呢 在去年 我们联系两年 九九年一百年 录取总人数都超过一百多的以上 那点文其实呢 同学并不多 但是录取率会特别高 像我们内钱呢 我们差不多有百分之四十几录取 外钱呢 超过七成多的同学录取 外钱 所以录取算是很高 那为什么点文公司的同学 在这个部分录取会比较高 大概有几个因素啦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国营企业 那个开的课程海盘完成的 第二个呢 点文有钱国最大的提顾网 所以同学做的题目会比较详实 那再来就是点文提供一个口试 我们给学院区 有一个典会的口试的辅导 那我们同学呢 虽然比试 比试成绩就还不错了 那口试又可以拿到高分 因此可以比较容易获得录取 所以无论内钱外钱也好 点文呢 在这一部分的表现 都会比同学 比其他同学来的好 这也是对点文同学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特别的一个优势 所以呢我们 如果说我们同学要考取 其实你看到 这么高的一个录取率 那你可以看一些同学的分享 之前完全没有考过任何的试 因为尤其他考值考试科 国文英文 如果你即使还不差 那虽然剩下一个多月 因为7月8号嘛 即使还不到一个月 那其实也够了 其实也有机会 那邮政法规加上企业管理 因为邮政法规内容不多 那企业管理 那其实是可以比较短的时间来加强 另外一个考试呢 是台英九的一个考试 台英九的考试 但是点文的同学录取的也是一样 所以算是比较多的 那在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 包括先进的职员 先进的职员跟从业的评价能力 那从业的评价能力 你可以看到 我们台英九的报名时间是 6月15号开始 6月15号到7月5号 就是台英九的报名时间 然后呢7月16号比赦 所以离现在 刚好只剩下一个月 又多几天嘛 对不对 只剩下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那因此呢 台英九的同学 我们为什么 通常会建议我们同学 考台英九或考邮局 因为现在以现在来讲 我们这个礼拜呢 有考检查 哪一个 台英九的考试 不好意思 是21号考 那个16号是那个 公布它的 它的入场的一个通知书 好 那我们这个礼拜有铁路特考 有警察特考 差不多 总共合起来 差不多是五六万人 另外呢 高普考有多少人 有15万人报考 所以大部分现在的同学呢 都在准备铁路特考和高普考 真的呢 准备我们邮局的考试的人 会非常有限 那邮局要录取这么多人 总共1450人 1450人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录取率 以经理来看呢 是对 应该算是历次以来 算是相对比较高的一次 所以我们会 鼓励我们同学 你可以考虑 报考 邮局或者是 台英九的一个招考 那名额呢 有两个 切额是比较多的 一个是柜台人领 就免税店的一个卖场服务人领 那他 切额算是比较多 那卖场的人领呢 如果说你在机场 陶渊机场 你就知道大概就是那一个环境 还蛮不错的 那接触的人大概都是国内外的 理课 那些理课呢 那些理课呢 那个无论是生活的条件啊 各方面来讲算是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同学可以考量 看看你应力不应力 在那种场所来当贩卖人领 那喜欢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报考 那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切额 那就是恍销人领 恍销人领呢 有48位 48位 那48位他包括一些 他只要的有同学说 是不是要会 戳烟会喝酒才适合报考 戳烟我想不一定要啦 但喝酒你寝藏一下 就算你不太喝酒了 我想也没有什么不行 对不对 所以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有关于 你如果说想对恍销人 他就是带一些 去帮忙介绍客户 商品陈类 然后查询 活动的调查等等的工作 这一份工作如果你有兴趣 像习老师有蛮多同学 他们在台湾酒公司上班 其实都还算 算是蛮轻松的 但是你要喜欢啦 因为他的产品就是 不是烟就是酒 你不要太过排斥 你不错味没有关系 喝酒喝一点也不排斥 就比较OK啦 但如果碰到酒味都会吐 那你就不要去 考台湾酒公司的一个招考 以上讲的呢 就是有关于台湾酒啦 或者是邮局 那另外银行也是 入企人很多 那银行 像最近的考试 从我们的合作金库 刚准备要放榜了 刚口试完成 比试放榜了 那另外还有台湾银行的招考 台湾银行一直都是顶文包办的 包括之前的前三名啦 榜首啦 很多都是顶文的同学 因为顶文在这部分呢 开的课程是比较完整 像之前 我们中华电信跟台北捡招考 你可以看到榜单的 其实都是顶文的同学 那铁路特考呢 铁路特考准备 这个礼拜会考 铁路特考算是 因为习老师本身是 成大交通通管理科学研究所的硕士 台大图研所交通指的博士 有高考交通行政及格 高考交通工程 技师录取 因为写交通的 所以呢 你看 邮局啦 電信啦 或者是铁路 都是交通事业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顶文的同学 录取率都会特别的高 我们在七年喔 我们 我们最日本的榜首 几乎都是顶文包办 包括 我们前年录取了一百多位 七年也录取了一百多位 大 很多类科都占了前果三分之一以上的缺額 我们的人 我们以学生人数来讲呢 顶文同学没有最多 但是呢 录取的人数 几乎都是最多的 都前果最多的 这也就是呢 顶文的同学 他的录取率会特别高 当然这一 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 开的课程是比较完整 所以呢 无人是铁路的 车辆调度 像车辆调度呢 我们七年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七名 第十名 通通都是顶文的同学 那录取人数也是 都是最多的 或者 像台 还有一个仰录工程 我们甚至还创造了百分之百录取 就没有人录把 顶文的同学 这考的人 有一些仿金呢 你看到百分之百 有时候他会写出百分之百 结果呢 他名额只有一个 他可能前班呢 有十 就是一两百个 那其实他 不是百分之百录取 因为刚好那个录取的是他 里面的一个同学而已 那我们所讲的百分之百是 同学没有人录把 我们上课 如果你从头上到尾 没有同学录把 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 我们刚才讲的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四十几 百分之七十几的录取是 指我们的同学 我们同学的一个录取率 在这个国内来讲是 没有人 算是呢 比较超前的一个录取率 那国营企业 无论你考的是银行 或者是邮取台英九 我想呢 我们同学有概念 他是 劳保的 那你以后不要 转来转去啦 因为劳保跟公保是不一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这两个不能互转 连资也不能累加 所以你要选一个 然后好好的来用心 那除了铁路特考 公子还有什么呢 公子还有高普特考 我们讲高普考 今年有十万人 那十万人会不会很竞争 他差不多录取五千个 七年录取的五千个 那今年呢 现在是三年九七人 但是我们预估还会大量的增额 也会接近五千人 那就算接近五千人 入取率也是低嘛 对不对 可是呢 是不是都很低 不见得很低 像交通行政呢 入取率超过百分之十 因为刚才西老师讲 自己是交通行政高考及格 交通工程机制入取 百分之十入取率 而且高考 你只要平坚五十分就会及格 所以他没有想象的那么难考 你只要很用心 其实就很有入取的机会 而且呢 不限科系 所以只要是大学毕业 通通都可以来报考高考 而且你分数 只要五十分还不足额 都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在考高考 没有想象的那么的难 也就是说你要好好的 审慎的选择列科 所以像交通行政 或者有一些入取率比较高的 我们同学就可以去选择 那最近公告有几个考试 哪几个考试呢 外交特考 那就英文系的最 英文系的是比较适合 外交 民航 调查局 这些都是准 切额都已经有了 可是呢 这些原则上就是外文要好 外交 民航 调查局 国际商务 国安局 像这五个考试喔 你英文一定要好 比较适合报考 尤其是呢 外交跟民航是最是如此 外文系好了就会很占便宜 那如果外文差一点喔 那建立你最好就不要考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是以外文为主的 占很大的比例 可是如果你是外文系的 你要考这两个类科呢 他因为他有其他的专专业 但是其他专业呢 我们可以透过民航说的课程 来努力 民航特考呢 他录取率可能会高一点 因为报名人士会特别的少 大概都是几百人 那这一次虽然切额少一点 21的嘛 对不对 但是因为报名少 所以录取率不算低 而且他还有增额的机会 那另外呢 外交特考 虽然他录取率越来越低 最近可能不到百分之五啦 但是也还可以 再加上呢 你考上就外交官 所以我们会 经历英文好的可以考 外交特考 或者是民航特考 外交特考呢 今年外交特考 他三等的考35名 四等的考5名 四等的是行政人员 那今年很特别 因为97年以后呢 就今年考 他有五个切额 这是外交特考 总共考了40个人 考了40个人 那国安级的招考呢 他总共考了26个人 国安级 国安级的英文是比较 没有那么重要啦 但是英文好一点 还是会占一点便宜 英文毕竟呢 他有一科是英文 那是比重 就会相对的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们同学还是 还是建议我们同学 你可以考量呢 比如说 英文比较好 那其他的列科 你就可以好好来加强 那这样还是很有录取的机会 那免航特考的部分 免航这次 主要是 辉航管制 辉航管制 就录取了19名 那 辉航管制薪水特别高 辉航管制呢 如果 你超过了十几年 有十几年的经验 做得蛮适合的 你的年限会超过200万 他几乎是公务联 里面 超高的一个年限 那就是 就是 免航特考 但是 英文还是要好 这样比较适合报考 那调查局 他列科就比较多了 调查局呢 政治系啦 其他系也可以 但是 调查局薪水也不低 薪水起薪 差不多是7万以上 还算都蛮高线的 所以呢 外交编航 调查局 国际商务跟 国安局 我们同学都可以 考虑一下 那英文好 当然是最适合 那还有一个 专利审查的呢 专利审查 专利审查呢 就是 我们不是有一个 智慧财产的一个 专利审查 那 他有 大部分都是 理工的类科啦 那你看看料理没有符合 好 那我们除了我们所讲的部分 我们同学有没有什么要提问的 最多的就是10.6 那一般来说 划不划算 通常是这样 就是说 以国营企业来讲 如果呢 你只是在免税店当服务人员 不一定可以当一辈子啦 所以说你考卷去 但你要转新建人员 新建人员 大部分他们做的越久 就会顶得越多 不一定是抬很久啦 抬电中油抬水也是 他们做了十几年 年薪都会超过百万 而且呢 还蛮轻松的 所以 所以 因为呢 大部分喔 大部分的缺 这一些的呢 他们变成断层啦 现在在职的都是五十几岁的 都准备退休的 他有升职的机会 他有升职的机会 但是呢 他还是有一个门槛 譬如说 你评价人员 要升一般的职业 还是不行 你还是要参加 对外的考试才行 那里面呢 他慢慢升 但是升到一定 所以你一定要考新建职业 薪水才会高 所以通常我们会 建议我们同学 你看喔 邮局不是才有2万8千多 为什么 我们同学还很多人来报考 因为他只是一个过程 他不会说 永远都是只拿2万8千多 你看他如果考上营运纸 然后他就有七八十万的连薪 做了几年 他就有机会超过百万 又是职管缺 他目的就是希望 以后有升迁 所以你不会说 只看目前的一个职缺 如果你只看目前的职缺 那并不一定是适合 可是如果你看一个 未来的一个职缺 那以后就要看你自己 如何再继续努力 那 他还是有升职的部分 还是会升职 而且这个职缺 会跟你销售有关 他可能 应该会有月薪 所以 国营企业就是说 他会比较 第一个比较稳定 第二个呢 他如果你是行销 艺务人员 他赚钱的机会多一点 那当然如果以后有机会 可以升职 我是想说你不要以为说 我只有这个适合 其实不一定 像我有一个同学 他在铁路局 他本来是从雇员开始 他国小毕业而已 后来他考了四级 左级 延级 高院级 后来还成为主管 所以就看你未来的一个努力 看你有沒有很用心啊 跟你的协力是没有关系的 是跟你后来有没有够努力 所以你考公务员也是 无论是国营企业或者是公务人员 你应该看 第一个 你有没有兴趣 第二个呢 未来发展呢 就跟你未来的努力 你不是这一次考一次以后 就不会考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未必适合 这样OK吗 好 嗯 是这样讲好了 如果是公务人员的话 他有一个升职考 邮局也有升职考 如果国营企业通常会有升职考 那升职考就比较容易一点 他们像一般的公务人员跟台铁 他们铁路特考 他们都有三分之一的入取机会 你外面的特考 不是都只有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甚至还有百分之一以下 对不对 很难考 可是如果你从 你只要考先去像铁路啊 你先考到走级 你要考研级就不难 三年以后 你大概就可以考研级 那考研级有三分之一的机会 三分之一的机会 通常你只要不差 不太差 一定会入取 因为三分之一嘛 太高了 这样清楚吗 所以内部升职是比较容易考 所以如果你考 其实呢 就算你只要能够通过考试 以后升职呢 通常你只要认真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刚才讲的 因为你考的是平价人员 那平价人员 它升职的部分 就会比较有受限制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升职 其实要考先进职业 但是呢 平价人员 他毕竟你有个机会嘛 对不对 你就可以先进去 那慢慢的再考虑 要考其他的职等 那铁路特考跟公务员 也是如此 像铁路特考就比较不用担心 因为他 你就算最低层的左级 也可以升到高研级 那像公务轮连就比较不行 你初等 你要升到上去 就通常要先考普考 或者是四等 所以每一种缺不一样 但是你 你可以选一个最容易上的 以后 比较有时间才慢慢来看 你最适合哪种考试 所以也不是说一试就动 就是呢 影响终身啊 看你未来自己的努力而定 好 还没有问题 好 那 原则上呢 那我们就 如果说我们同学要更详细 那待会儿你可以问我们行政的一个同事 那我们有 像 比如说我们有提供 除了并搜 也有函搜的一个课程 好 那你看看 或者你可以看一下 老师的讲解是不是特别的清楚 你看一下 为什么鼎文的同学他录取会特别高 他一定有一些因素 那你看一下呢 你来准备是不是 有 比较有机会可以考取 好 那就先这样了 好 谢谢 谢谢